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Pay 這一陣子大家都應該有聽過Cyberpunk 2077這款遊戲 主流媒體中看到評價大部分都是劣評 當然也有很多自己偷偷地享受遊戲的玩家物不作聲 當然啦 他們一邊玩一邊爽 哪有時間周圍告訴別人這遊戲有多好玩 在這條影片中我們會先介紹一下Cyberpunk 2077 然後從遊戲的各個方便講一講自己的玩後感 最後你們就自己判斷一下要不要買這遊戲 Cyberpunk第一條預告片早在2012年推出了 當時玩家看到這麼帥氣 早就想快點玩這個遊戲 不過時間快轉過了8年 CD Projekt Red才終於在今年12月10日將它推出 Cyberpunk是一個開放世界的動作冒險遊戲 玩家將會扮演主角V 在一個無法無天由大企業操控的夜城裡 一步一步踏上大人物的舞台 Cyberpunk 2077的世界觀非常豐富 包括三大企業和七個不同的幫派 途中當然有不同的故事任務 也有不少的男女角可以被攻略 18家的內容都隨處可見 當然還有在Matrix、John Wick等等電影裡的主角 奇諾里維斯擔任這個遊戲的一個重要角色 基本上看到這些設定都不難想像 為什麼Cyberpunk還未推出就已經這麼熱門 不過炒到這麼熱反而成為了這個遊戲炒車的一大原因 簡單介紹完Cyberpunk 2077 我就用我自己玩了40小時Cyberpunk的經驗 你在不同的角度分析一下這個遊戲到底值不值得買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和看法 而是要說的就是我自己玩了40小時之後的感受 你不同意的話都很合理 看完我說的話如果自己有什麼看法都歡迎在留言區裡說出來一起討論一下 那我們就由幾點入手了 第一就是遊戲故事 平心而論Cyberpunk 2077玩起來的感覺是非常爽的 主線全部任務加起來大概是20小時左右的遊玩時間 不過又沒有人叫你全部玩的時間都拿來推主線 因為支線任務的結果都會影響你主線任務的內容 而且遊戲開發商都直接了當地跟大家說 因為吸收了無C3的教訓 今次故事不把主線做得那麼多 彌補主線內容比較短的方法 就是把大部分的遊戲故事 角色互動之類的重要元素都放在支線任務裡面 我自己就慢吞吞地玩了差不多40小時才發現我就是把主線做完了 所以才立刻停手做一做支線 不過這40小時基本上我感覺都沒有漫長 故事唯一的美中不足 可能只是故事的推進有點線性 但這個線性的發展我玩起來都沒有太過假意 因為不同角色的表情動作 以及配音源的配音技巧 都真的令我非常投入這個故事 就算玩了那麼久 回頭一看 發現原來故事的內容其實都幾少 但我都從來沒有後悔過 花了那麼多時間去聽這些故事的演繹 講完遊戲的故事 我們就來看看角色的客製化 喜歡玩開放世界RPG的玩家 大部分都對自己的角色造型上貌比較執著 因為你有個角色就是你進入這個遊戲世界的媒介 如果臉弄得不漂亮的話 玩起來都沒有那麼投入 基本上SYBP2077的角色創造 10分裡面我最多給2分 不是因為沒得做大X 純粹沒想過2020年 一隻單機遊戲大作的角色創造 竟然沒得給你微調每一個部位 連2018年推出的時候被人罵爆的Fallout76 都有這個功能 SYBP2077的角色創造 是給你選擇預設好的毛塊 可以給你選擇的還不是很多 就好像男性的髮型 我真的沒有幾個選得下手 除了臉之外當然還有其他東西 包括這個練步的植入物 指甲、牙齒和某一個器官的選項 不過老實說這些選擇都少得可憐 而且玩了一玩都已經能夠肯定 角色的下半身客製化只是為了炒作 應該是在開發的某段時間 有開發者在想 如果X的大小可以選擇 媒體一定會有很多的報導 然後就能把遊戲的熱度炒起來 但現實就非常殘酷 這個器官的客製化 就只是讓你選擇大中小 而且遊戲裡面根本就不會讓你看到這一部份 除非你不穿褲到處跑 女性的器官就更加沒有東西給你選擇 相信大部份的玩家在這裡都比較失望 下一部份就是Cyberpunk 2077的戰鬥系統 我自己就玩非常困難 也就是最高的難度 感覺上戰鬥就非常好玩 而且都真的頗有挑戰性 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個難易度 不會影響敵人AI的程度 Cyberpunk 2077的戰鬥系統都算是很多樣化 戰鬥的玩法取決於你選擇的武器和加點 如果不是無老派見到敵人就衝那一種 玩起來應該會有點像Watchdog加Fallout 用科技改變一下這個戰鬥的環境 不想用腦的就直接跟敵人搏火 武器的聲效和打擊感我覺得都做得不錯 特別是爆炸、爆血這些效果的確是很逼真 基本上可以感覺到開發商 想玩家在戰鬥的時候覺得自己很帥 我也認為開發者的確有成功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戰鬥上除了AI比較弱智之外 都沒有什麼可以抱怨 講到戰鬥系統就不得不說Cyberpunk的音樂系統 我們音樂基本上就是一曉不通 所以這個純粹是一個行外人對這個遊戲音樂的感覺 Cyberpunk 2077的預告片 還是遊戲裡面的音樂 我也覺得非常適合主題 而且都是一些令你覺得自己在做的事很帥的感覺 其中戰鬥的背景音樂 雖然聽起來好像幾個音調一直在重複 但又不會覺得很單調 反而令到戰鬥變得很緊醜 整體來說 我認為Cyberpunk 2077的音樂 令到整個遊戲昇華不少 最後 有看主流媒體評論Cyberpunk 2077的 都一定會說到Cyberpunk的bug超多 我整個遊玩的過程中 遇到的bug的確是不少的 不過大部分都沒有影響遊戲的運作 當然一堆bug加起來 就令到整個遊戲整體玩起來有點無趣 有時候會多到在想 如果沒有bug的話 這裡應該是一個挺好的體驗 唯一一個令到我要重新取錄遊戲的bug 就是第一次看到Johnny Silverhand 整個畫面都是黑色的 那個時候還以為遊戲真的設計成這樣 畢竟界面其他東西都還在 都是直播的時候有觀眾告訴我 這個是bug了我才重玩這一部分 至於有很多玩家在網上 會說經常彈遊戲那些 我就沒有遇到過 可能是因為個別電腦配置的不同令到我沒事了 總結我個人對Cyberpunk 2077的感覺 我玩的時候就沒有太大的期望 反而整個過程非常享受 我的電腦配置就是i7 8700K和RTX 2070S 算是不高不低 遊戲效能方面的問題我就沒有受太大的影響 但我對這個遊戲的感覺都真的有愛有恨 愛的就是這個遊戲的世界觀 整個設定都非常適合我喜歡的Cyberpunk風格 愛的就是遊戲開發商 做這個遊戲的時候可能真的太趕了 很大程度的浪費了這個遊戲的世界觀設定 例如是幫派的存在 除了站在街上等給我打之外 基本上是沒有存在的意義 偶爾可能會看到街頭上面有兩個幫派在打火 不過感覺上次在酒吧外面 兩堆走鬼打起來多個像幫派鬥爭 這些浪費了一個機會 我不知道CD Project Red會不會在未來加入遊戲中 不過就算會加 我也不會期待Cyberpunk在短期內 就會有像No Man's Sky那樣的翻天地覆的改善 因為他們在近期內 應該都是會專注於遊戲流動的修正和最佳化了 在我為這條片打稿的那一天 Sony剛剛宣布 將Cyberpunk 2077由PlayStation Store下架 原因是因為這個遊戲在PS4的運行真的太差 基本上是玩不到下去 是PS4買了Cyberpunk 2077的玩家可以全數退款 所以可以正式跟PS4和舊Xbox的玩家說 不用買Cyberpunk了 而Next Gen的家用機 或者中階配置以上的電腦玩家就可以考慮一下 我自己就建議 不是急著體驗夜城生活的朋友可以等一等再買 因為遊戲開發商都已經放出官方的宣言 內容大概就是知道自己的廠下有離天的大禍了 為了玩舊公司的聲譽 將會不計代價地修理好Syberpunk 2077 玩家可以預計遊戲會在未來幾個月內迎來幾個大型的修正 包括剛剛已經推出的Hotfix 1.05 以及將會在1月、2月推出的大型修正 所以說到最後 如果大家本身對Syberpunk 2077期待滿滿的話 我建議現在就不要買了 可能等半年後遊戲漏洞和最佳化搞到七七八八 才再進入夜城 體驗你們想見到的Syberpunk 2077 這種遊戲介紹的影片我比較少做 所以如果大家看完覺得有用的話 記得按個like 以及訂閱這個頻道支持一下 已經玩了Syberpunk 2077的朋友 覺得上面講的和你們玩的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在留言區裡面一起討論一下 這條影片就講到這裡先 多謝你們的收看 下一條影片再見 Aaaygum Bye 拜拜